中共司法部最近發布了 外國人永久居留管理條例草案 徵求意見截止到今年的3月27號 但是民間不滿聲浪高漲 讓當局始料未及 也成為這兩天在中國社交媒體平臺上 另一個沸沸揚揚的話題 中共司法部2月27號發布 外國人永久居留管理條例草案 在30天內徵求社會各界意見 不過 草案一發布 就在新浪微博、知乎等社交媒體上 引發民間巨大的不滿 網民紛紛留言並製作民族自救 堅決反對、侵害人民利益等圖片 反對這個條例 截至到3月3號晚上 這個話題在微博閱讀超過42億 討論超過319萬 但話題被撤熱搜 很多留言被刪 按照官方的說法 這個外國人永久居留管理條例 明確了外國人申請中國永久居留的條件 規範了申請程序和流程 為永久居留的外國人提供辦事便利 但反對的民眾指出 外國人申請永久居留權的條件太過寬鬆 一旦通過 還可以獲得超國民的待遇 根據草案第二章 外國人做出突出貢獻 或者取得國際公認傑出成就 屬於引進人才 具有博士、研究生學歷 或者從國際知名高校畢業 在中國境內工作滿三年 進行企業投資控股和中國人結婚五年 或者投靠在中國境內的中國籍親屬等 都能獲得中國永久居留 而外國人在獲得永久居留後 就能享有中文、法律、金融等政府培訓 買房不受戶籍限制 第41條規定 永久居留的外國人 沒有工作也能享受社會保險待遇 此外 永久居留的外國人 未滿18歲的子女和年滿60歲的直系親屬 也能申請永久居留權 有網友批評 門檻低 餘木混豬 特殊待遇 可以脫親帶有 國內資產轉移 第41條 無工作可以享受社保 也有網友說 通篇指強調服務 怎麼為外國人大開方便之門 對取得居留權的外國人應當遵守什麼 卻鮮有提及 前福建寧德市中級法院經濟庭審判長李建峰認為 司法部的這個條例是典型的大頭證 不過 目前中國的環境可能難以吸引發達國家的人才長期定居 光是中共對臉書、推特等社交軟件的封鎖 就可能讓他們與親友斷絕聯繫 微博上還有民眾指出 請大家不要忽視一點 外國人不只是洋人 還有脫離中國國籍的國人 如果條例一旦開放 各種二代、資本家 都可以把國內的資產全部轉移出去 合法洗白 再根據外國人居住法回國 還能享受超國民待遇 前幾年 中共當局曾撥出大筆資金 讓外國留學生享有超國民待遇的財政補貼 當時也引發過對本國學生不公平的極大爭議 網民們討論說 不要被種族矛盾、男女矛盾等 模糊了焦點 大家反對的是條例中 讓外國人合法侵佔本該屬於中國人的資源福利 和經濟發展成果 便向承認雙重國籍 妄圖為轉移資產和洗錢提供便利 嚴重損害國家人民的安全和利益